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具有臂煞划煞的功效 因此钟表在家中的摆放位置尤为重要 钟表的摆放除了要注重它本身具有的实用功能 还要注意它在风水上的禁忌 家中的钟表摆放在风水上有哪些讲究呢 接下来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 1.挂钟的最佳位置 1.朱雀方 风水学中朱雀方指的是前方 在方位上对应的是正南方 朱雀大多存在于神话故事中 五行属火 颜色为红色 钟表的颜色不易于朱雀颜色相撞 最好是以红色橙色为主 否则将会招来凶灾 影响家宅运势 即蓝色绿色等 而形状多以八角形为佳 象征着太阳和希望 一挂在客厅南方 能够为家宅带来祥瑞之气 2.青龙方 平常人们口中所说的左青龙右白虎 大多是代表左右位置 而并未真正的青龙和白虎 在方位上 青龙对应的是正东方 白虎对应的是正西方 青龙位乃极位 而白虎位则为胸位 在五行中 青龙被配以青色 五行属木 钟表的颜色最好以绿色青色为主 以方形杂形为极 一挂在客厅东方或者东南方 若想催往家宅 也可以在客厅摆放一个 陶运革命骤灵赶具挂架 此开运物能护住财路 聚拢财源 3.朝门窗 一般而言 钟表朝向阳台方向 或者是门窗会比较好 钟表的指针 在电池或者动力的作用下 周而复指的循环转动着 而其中每个时辰 都有着各自的五行属性 和方向 简单来说 钟表拥有 转变五行方位 转变时空的作用 也就是说 朝着阳台或者门窗方向 能够增加转运功效 为家宅增添极力 阻挡杀气 另外 室内无人时 整个房间的气场 便处于静止状态 而钟表的摆动 可以令气运动起来 增添室内活力 4.摆放在显眼可见的地方 钟表最重要的功能还是计时 提醒人们一天中的时间变化 所以第一作用肯定是要利于人们使用 如果客厅与大门有玄关隔开的 钟表的摆放位置 可以摆放在入门处可见的显眼的位置 方便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到 但位置不要直对大门 也可以挂在客厅和饭厅 当然位置也要显眼 5.挂在极位 一般来说 客厅的极位对于钟表 都是一个很好的悬挂位置 尤其是如果在极位挂表的同时 还让钟表面对着胸位的话 对于整体的风水来说 提升的效果是会更大的 选择这样的方位挂表 就能够很容易使得客厅的才气 变得更加旺盛了 6.挂在对着窗户处 客厅的钟表如果对着窗户 那其实也是能够对风水 有很大提升的 因为窗户本身就是一个气息 出入很大的地方 所以也有可能有宅气进入住宅 而钟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辟邪效果 所以把气挂在对着窗户的地方 就能够很好的辟邪了 7.选用方形和圆形钟表 除了钟表的位置外 钟表的形状也非常重要 钟表的选择应该是 为正方形或者圆形 在风水学中 圆圈有圆满的含义 而正方形代表方正规矩 因此家里的运势将变得更加稳定 尽量不要选择那些多边形的钟表 因为那些尖锐的形状会产生煞气 导致家庭之间的对立和争吵 8.最好悬挂在书房 钟表最适宜悬挂在家庭内部 比较隐蔽安静的地方 书房就是比较好的选择 这样人们既有时间观念 规律的钟表摆动声 也能够提升 人们的学习紧迫感 若是家中有升学期间的孩子 可以在书房里悬挂上一台钟表 除了对风水有好处之外 还能提升孩子的自律性 2.挂钟风水经济 1.不要摆放多个挂钟 客厅挂钟风水经济中 有一条非常重要 就是不能在屋子里悬挂多个挂钟 那些卖钟表的 也不会把让自己的挂钟全部走动 这动起来的挂钟 能影响到整个房间的气场 所以客厅里面悬挂一个挂钟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挂数个挂钟 如果是喜欢收藏挂钟的朋友 悬挂多个的时候 不要让它走动 作为安静的展览品就可以了 2.不能针对入虎门 风水学中 有些家庭没有玄关 有些家庭则没设玄关 有玄关的课堂 钟表不应设置在玄关驱逐处 应设置在课堂内 没有玄关的课堂 开门建课堂为己 可是课堂挂钟 既朝内 朝门或阳台目标比较好 由于当室内无人时 其实运动的 挂钟的摆动可以令气动起来 使室内充满活力 但若开门建中 则凶 不管任何人一进门 建中皆因建中 有点不吉利的感觉 3.不要摆在白虎方 白虎是主杀的 在传统风水中 白虎方为凶位 所以挂钟不要挂放在白虎方 就是我们说的西方 白虎方一般是在住宅的右方 对以挂钟在挂放的时候 不要挂放在西方 但是可以在住宅的西北方挂放 而挂钟的颜色就要以白色金色为主 形状的话为圆形为吉利 4.不要摆在玄武方 在挂钟风水中 挂钟是不易挂放在北方的 北方是属于玄武 而大家都知道 玄武是易进不易动的 还有就是玄武在方位上 是属于后方的 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说 玄武方都不是悬挂挂钟的理想位置 5.挂钟的数量 客厅主钟只需一个 其余房间内的挂钟 亦不可超过一个 如屋内的钟太多的话 会使宅内安详之气不定 宅内的人也会常有反复多变的烦恼 6.不宜对着钟状或八卦 挂钟的摆放位置要注意的是 尽量不要向着任何钟状与八卦相似的东西 不然就会对屋内的主产生压制的效应 7.不宜放在沙发后 现代人在装饰布置的时候 若是悬挂钟表 总是习惯性地放到沙发背后 认为既使用又美观 但实际上这个位置却不适合悬挂 这是因为坐在沙发上的时候 人们是背对着墙壁的 钟表悬挂在后方 有背点的谐音 听起来不吉利 另外沙发也是人们经常休息的地方 在背后悬挂钟表 会对大脑起到干扰 破坏瓶颈的负面影响 挂钟不宜过大 面积小的住宅 不宜摆放大本钟 一方面宣兵夺主 另一方面钟声亦是一个声杀 会使人有恐惧之感 心绪不宁 坐立不安和聚少离多 三 不要的钟表如何处理 一 不要送人 之所以有这种说法 是因为钟表一直以来 都和家里的风水息息相关 在悬挂的位置 钟表的款式选择上 都有着相关的讲究 比如在送礼物的时候 一定不能够选择钟表 考虑到钟与钟谐音相同 读起来容易被误认为是送钟 非常不吉利 所以也是人们的机会 所以钟表在不随时用的情况下 也不能轻易送给别人 二 不能随便丢 钟表在一定程度上 也代表着家中的风水轮转 长期悬挂对家中的磁场 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个钟表用久了 从某种程度上 也沾染了家中的气息 如果随意将钟表丢弃 无疑就代表着家里的好风水送走 所以在家庭和睦 一切顺利的情况下 最好还是不要将钟表随意丢弃 三 送到旧物收购的地方 城市中 有很多专门收购旧物的地方 钟表如果实在用不上来 也可以送到这些地方 往往会有其他的用途 比如零件被拆卸下来 或者被当作废品收购 也有人会将其改造成工艺品 当钟表被再度利用起来 也就有了更多价值和意义 四 收藏起来 如果家中有比较古老的钟表 尤其是一些年代感久远的老师钟表 那么不宜送人以及丢弃 如果实在是没有地方悬挂 应该用布包裹好 再放到合适的盒子里 可以放到闲置的房间当中 好好保存 老师钟表做工往往比较精致 就算已经不能走动 但是价值还是很高的 也许若干年之后 也能够成为古董 丢弃未免太可惜 钟在不停地转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 所以 它有反复变动效应 而钟的摆放位置 和形状大小的如果适宜 可以有招财 净宝 辟邪 助主人运势的作用 因此 在钟表的风水上 一定要慎之又慎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志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